- 爸,骨头是黑的。 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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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事故发生 我没有下毒 你还敢说你没有下毒 陈一飞 你看 爸的骨头都变黑了 你想这么解释 你说呀 你别说呀 你说 你把手放开 我没有冲突 我很冷静 我很冷静 我现在就只是要一个说法 说 解释 解释什么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 不能解释了 哎呀 你这么大个人居然还耍赖啊你啊 既然你都解释不了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下毒 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如果真是爸下毒 他会让你开关夜市吗 你想 你看看连孩子都懂得道理 怎么你就不懂啊 爸 你自己动动脑子吧太阳 大哥 你可真是只老狐狸 你不是一般的狡猾呀 你明明知道 当时就算你不答应 有朝一日 我还是会开完夜市的 所以你就不做大方态度 答应我了 向大家表示你的清白 我说的对吧 你这种伎俩 顶多就骗人这些笨女人 傻孩子 你以为你骗得了我吗 对啊 爸 爸妈把夜夜的骨头捡一捡 好 拿它活上去 好 不许碰 爸这副骨头 这副发黑的骨头 就是杀人的证据 谁要是敢碰 谁就是帮凶 陈翔 你又没得尝试啊 这骨头变黑 有很多种原因 就我所知道 下了雨 棺材泡了水 那骨头也会变黑的 陈翔 这十多年来呢 我只研究这一件事情 什么书呢 我也读了 什么人呢 我也问了 是的 骨头长时间浸泡在水里 它的确会变色 但是它只会变成黄褐色 绝对不会变成黑色 爸身体妖臭 妖臭 又不是不知道 那走路一拐一拐的 那骨头 医生说 医生说一个人生前 如果骨头受伤 气血不顺的话 死后的确骨头会变黑 但是那只限于受伤的部位 它不会全部变黑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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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爸 你连头骨都变黑了 我告诉你 我去治不了 你解释不了 请 那我们就把头骨 带到寻部房 我们让寻部来解释 我们让全租金的老百姓 来解释 走走走 走走 你别这样 陈一详 你给我十天 十天之后 我给你解释 不行 走 陈一详 你就听妈一句话 你给大哥一点时间 到时候自会真相大白 你是不是叫妈给你跪下 你才高兴啊 妈妈妈妈 妈您请请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陈一飞 我答应了吗 现在我给你 七天的时间 七天之内 爸的灵就不能离开这 而且谁都不能碰 七天过后 如果你不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立刻去报案 而且我把全租界记者 全部都叫过来 让他们把这惨绝人寰的事 张扬出来 爸 爸 爸 二叔 够了 易香 你能不能别闹了 一个病成这样 能不能让他回房休息 爸 你们闹够了没有 闹够了我就撤了 爸 细雨 爸 一飞 你怎么了 爸 一飞 爸 一飞 你怎么了 快快 你帮我帮我休息 爸 快 妈 你怎么了 我们回头休息 快点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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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来 在这儿 你们来了 程太太 昨天晚上听月亮说程老板病了 他没事吧 没什么大事 那我们进去看看 不用了 他刚刚睡着了 身体很虚弱 那要不 我们待会再过来看看 唐兰 这样吧 等他好了 我打电话给你们 就这样吧 就这样 谁来的 是唐兰跟传一 我叫他们暂时别来了 我想我暂时出不去了 交代你们几件事 我听好啊 你们这是怎么了 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天塌下来的吗 能不垂头丧气的吗 医生说你有肺劳 那只是说可能 并没有说肯定是 对啊 还没最后确诊呢 那个 爸 你刚才不是说有几件事要交代吗 是不好的 会死的 我知道 你说你就这么走了 我们都舍不得 你说你剩下我们这几个人怎么办 爸 我不想让你死 爸 我看我没病死啊 也被你给气死了 爸 你这么喜欢你 你说什么呀 你看你给爸气的 老公 你以后不许再提废老两个字 等X光报告出来以后再说 知道了吗 哦 哦 你给我记好了 哦 我记好了 小小啊 回去告诉妈 让他劝劝陈一祥 叫他别把爸的棺材 摆在大厅里面 要忍耐忍往看啊 太丢人现眼了 告诉陈一祥 我十天之内 肯定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 爸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二叔乱来的 这家以后啊 就靠你和你大哥了 但你那个态度啊 强硬 还是忍耐 他劝自己去拿捏啊 知道了 爸 放心吧 原谅 爸 你还用什么要交代的 我交代个屁啊 原谅 原谅 过来 你给我到图书馆去查一下资料 看看 什么原因 会使人死了之后 这骨头会变黑 哦 你不说点别的了 没了 就这么几句 别说了 别说了 好了 二哥 别难过了 何明啊 啊 这阵子 你就别到医院来陪我了 这家好好看着细语 别有人还做出什么傻事来了 哦 一翔 妈 那个人想他用什么借口来解释了吗 二叔 爸说了 先把爷爷的灵鹫抬到书房里去 他呀 堵手 别动 你们谁都不许碰 抬 听我的 不用理他 奶奶 我是李文的远备夫人 我是李文的远备夫人 我想把他放在哪儿 我就把他放在哪儿 奶奶 妈 现在不是争执把爸放在哪儿的问题 而是我真的很想要知道一个答案 为什么爸的全身虎都会发黑 他是不是真的被人用披霜堵死 我的心就像被火烧一样疼 得不到答案 我死也不甘心的 二叔 我爸说他会给你解释的 你老逼他干什么 他不是说他现在不知道吗 他不知道并不代表他就是 他在说什么 现在就是解释不了了是不是 他现在连胡乱找理由都懒得憋了是不是 我爸没这么说 你刚才明明这么说的 你现在死不上仗你 你 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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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能不能看在我是你妈的份上 别这么胡搅蛮缠 咱们好好平行静气地讲讲道理 好吗 妈 你先别激动好吗 行不行 行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现在就平行静气地讲道理好吗 好 我答应你 现在二叔我 平行静气地跟大家讲讲道理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现在马上上街 随便找 找十个人 然后你们去问他 先生你好 请问 如果你爸爸被人用披霜堵死了 全身骨头都发黑了 你会不会不管 我告诉你们 要是有一个人说他不管的话 今天就是我这个做二叔的胡搅蛮缠 蛮不讲理 一向 奶奶 奶奶 你是不是非要把妈给逼疯了 你才高兴 奶奶 妈 妈 给你跪下 妈 妈 给你跪下 奶奶 您这是要把我这个做儿子给逼疯吗 妈 大队是我的亲哥 他无论做了什么事情 我都会原谅他的 可是他害了爸爸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二叔 我也给你跪下了 你能不能先把爷爷的灵酒放回书房 我也给你跪下 二叔 问你 是不是真的所有人都给你跪下 你才善罢敢修 一向 医生说 一飞可能得了肺老很严重 你不是亲兄弟 你迁就他一下行吗 肺老 真的吗 是真的 妈 妈 你先起来 来 你先请请 来 来 来 不是 来 好 我答应你们 不过我有个条件 二叔 我实在是有点 熬不住了 没有办法一番一秒地看着吧 从现在开始 必须要请两个人回来 日夜看守 两班倒 以防有人从中 坐手脚 我原无故 你请两个外人回来 你 二叔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 终于把爷爷安置在书房了 我现在才知道啊 原来这个棺材是这么重的 二哥 这事你可不能告诉任何人 还有爸得肺牢那事 你也不能跟任何人说 知道吗 对 连兰姐也不能说 爸是大银行家 这事要是让外界知道了 影响会特别不好 记住了吗 放心吧 放心吧 我不说 我不说 记住了啊 吵吵吵 每天都在吵 你们在吵什么呀 下次吵架 能不能小声点 可以 可以 谢云你 太阳 算了 算了 什么人啊 没事吧 月亮 我 啊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妹妹 一飞 好些了吗 爸 爸 妈 来 这边坐 坐吧 爸 您那个X光片的结果出来了吗 下个星期才出来 怎么样 你的棺材 台庭书房了没有 没事了 已经搬进去了 那陈一强怎么这次这么干脆啊 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 他只说把棺材放进书房 也算合情合理 撒个谎都不会撒 月亮 你说 二叔说现在不是讨论把爷爷的棺材放在哪儿的时候 而是他很想知道为什么爷爷的骨头会变黑 月亮 嗯 别那么多罪 让他说 说 他说他现在的心就像火烧一样 如果不查出真相 他死也不甘心 他还要让我们去街上去问十个人 如果他们的爸爸也被 我不想听他说什么 我只想知道 他为什么会答应 哦 二哥 别说了 行不行 让他说 后来 后来奶奶给二叔跪下了 然后我们都哭了 也跪下了 然后他再答应他 叶飞 你千万别为这生生气啊 是啊 身体要紧 气的话早就气死了 在这儿还有什么事儿 哦 嗯 二叔还找了两个人来看爷爷的骨头 嗯 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细雨呢 细雨怎么样 细雨打坏了一个大花瓶 就是你说很贵的那个 然后他说我们很吵 我们以后要注意一点儿了 嗯 雨亮 我叫你帮我查那个资料 你查到没有 人的骨头为什么会变黑 我查了我查了 一共十六本书 每本都很厚呢 这么短时间你全部都看完了 那当然了 第一本叫中西医学大全 第二本叫西 说重点 哦 嗯 一共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那个山头啊 发过洪水 然后骨头在水里泡的时间久了 就会变黑 这个原因我说过 应该不是这个 那就是第二个原因 叶子生前的某个部位啊 受过伤 血液不通 他的骨头也会变黑的 这个原因我想过 这个原因我想过 陈玉香说的对 这骨头伤 只会一处变黑 他不可能整个骨头都变黑啊 是啊 没 没关系没关系 第三个原因 就是啊 那个山头有水银矿 那土里面有水银 那个骨头也会变黑的 不可能 如果那个山头有水银矿的话 那整个山头都是光土的 他不会长成了 那我们每天都有去祭拜 旁边那个植物 长得很茂盛啊 对 那 那 那就只剩下 最后一种可能了 二哥 什么原因 快说 什么 快说啊 什么 就是爸 你真的下过毒吧 爷爷给毒死了 二哥 你下说什么呢你 不行后生 别随瞎说行吗 好 当你爸 不是被你给气死 就是被你给噎死 哦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呵 啊 月亮 你找我什么事啊 是不是你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还没有呢 我就是有些事情还想不明白 我想问问你 你说 我 昨天晚上啊 我跟奶奶说 我想提前给爸 准备一个葬礼 但是我话还没说完呢 星星和太阳他们 就特别生气 然后就骂我 还特别凶 让我以后再也不许说这些话了 我 我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生气啊 月亮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这不是盼着你爸死吗 当然不是啊 我一想到爸会死 我 我就想哭 那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啊 可他真的会死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了 总之你记住吧 别人不喜欢听的话你就别说 你想想啊 你奶奶想听到你爸死吗 对啊 那你爸想听到自己已经快死了吗 那以后就别说这些了 那是不是别人喜欢听的 我就能说呀 当然了 那我问你 你喜不喜欢别人夸你漂亮啊 你为什么这么问 你你先回答我 我喜欢啊 我当然喜欢了 胡说 上次我在酒楼 我守着那么多的人夸你漂亮 你你都不喜欢 你一直这样摇头 也不笑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了 你去问蓝姐吧 蓝姐这个人也挺奇怪的 蓝姐这个人也挺奇怪的 有件事情也困扰了我很久 什么事情啊 有一次她说 等她有钱了 她就去买一个孤岛 然后住在上面 然后通知所有的人都来住 可是就是不通知我 好 然后说完了就嘻嘻嘻的直笑 很奇怪 对对对对对 就就就跟你这样似的 笑得跟个傻子似的 你才是个傻子呢 人家是在跟你开玩笑 开玩笑 开玩笑 哪儿好笑啊 你不会连开玩笑都不懂吧 我不懂 我我走了 我走了 月亮 咱们还没说完呢 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复杂啊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 非要搞得那么麻烦 我不懂 月亮 你等等我别走那么快啊 月亮 你等等我 不要 给这个 我给你抢 你要什么呀 我一会儿给你抢 来 再见啊桂花香 太阴近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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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桂花香 你谢我干什么 你气死我得了你 开玩笑你都不懂 开玩笑 谢谢我 你谢我干什么呀 我不跟你玩了 不好玩 开玩笑 来 老板 来 老板 给你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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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梦想 我梦想的人想 受不到花样年华 就让时光 拜拜 蒸发 像自行车 一样的 梦想不需要复杂 一步一步 不想牵掌 不想牵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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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哥 你没事吧 来 赶紧 喝口水吧 怎么样 怎么样 没事吧 来 给我 警察报告出来了没 原本说这两天就要出来的 结果今天说要把那个报告送到国外去给 给那个国外医生看看 谁知道要搞什么鬼 来 再喝口水 那你赶紧休息会儿 先躺会儿吧 来 行 不能这样躺了 越躺头越晕 这鬼地方啥事也办不了 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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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吧 快快快 你看 你看那个鬼地方 你看那个鬼地方 我就没开手了 快快快 快 快 来 来 你先 Fam 我还真没这个脸来这场街 让开 我会死 你别瞎想 不会的 医生说还没有下结论 不会的 传言说的没错 人离死之前会想很多东西 我在想 我死了以后 陈销会把家弄成什么样子 银行会变成什么样子 月亮会变成什么样子 细雨 细雨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男的 还会被骗她 陈岚 帮我个忙好吗 你需要帮你做什么 尽快说 我全是新人 老妈 别敲了 不要来烦我 妈 我跟你说了我不吃我不吃 我什么都不吃你不要来烦我 细雨 是我啊 你来干什么 是你爸爸让我来跟你聊聊的 聊什么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什么都告诉我了 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父亲 为什么还要落井下室 他不跟别人说 他没有全世界都知道吗 细雨 你冷静一点 你是谁呀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你给我三分钟时间 说完我就走 一秒钟都没有 你马上走 细雨 你是不是知道你爸爸昨天跟我聊你的时候他都哭了 你见过他哭吗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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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去 你出去 想和我聊是吗 可以 去把那个贱男人的老婆给我找出来 他当时怎么打得我 你就将为了打他 到时候别说是三分钟 就是三天三夜我都陪你聊 你真的认为最应该受到惩罚的是那个男人的老婆吗 不是吗 先前说追我的是他 打电话给我出去的也是他 华人乔宇骗我上床的还是他 他老婆会不知道吗 可是他一句话也没有骂自己的男人 他只会先手辣的对付我 这对我公平吗 细云 难道你觉得整件事情你就没有做错吗 我觉得不公平 是 你做了一百件错事 你认为没什么 可你就会抓住一件你认为不公平的事 没完没了 细云 你都十八岁了 你也念过书 你能不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为别人好好想想 你真的认为那个女人不难过 不伤心吗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是他 你会怎么办 骂走自己的男人 毁掉自己的家 让自己的孩子没有爸爸吗 你真的觉得那个女人 她没有哭过吗 我倒觉得她会躲在屋里 哭得比你伤心十倍 我就是觉得不公平 不行吗 不公平 我倒觉得你对你爸爸才是不公平 你只会记住他骂过你这次 打过你多少回 你有没有记住他对你的好呢 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 他到你的海边去石贝克 你记不记得 他还亲手给你做过一个风筝呢 你还记不记得 在你十岁那年 放烟火烧伤了手 他整个晚上都陪在你身边安定 怕你心里不好受 怕你手上留疤 这些你都忘了吗 他还记得真心 他当然记得 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 你爸爸昨天晚上 话还没说完 就累了整个人 坐在轮椅上睡着呢 夕雨 你都这么大了 有些事啊 你真该好好想想了 陈大哥 喂 传一啊 拉姐 传一哥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好多了 我看七色今天好多了 只要离开医院 我七色就好了 我最要谢谢你了 这个戏已经开始吃饭了 那太好了 你看我今天带谁来看你了 谁啊 陈老板 刘老板 刘太太 好好 别过来 别过来 站那边 免得被我传染 不怕的 我们这把老骨头 不怕这个事 还站远点 安全点 来来来 坐那边 坐那边 来快坐吧 来 给我坐吧 奶奶 刘爷爷 我们坐 陈老板 今天呢 一是来看望你 另外呢 是来给你道个别 道别 是啊 我们全家 准备迁居到澳门去 最近呢 他晚上总是做噩梦 说是啊 日本人分分钟就要打进来 搞得我们心里啊 很害怕 是啊 害怕呀 陈老板 最近呢 有不少朋友都去澳门了 兰姐 那你去吗 我当然得去了 不过 如果局势 没有那么糟糕 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那多久回来 啊 就哪能知道啊 嗯 大概 三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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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个月才回来 那家都散了 爸都没了 这 这 你看 这欲不见人死不休啊 他不这么说 他就不是月亮了 哈哈哈哈 陈老板 我们去澳门 你赞场 当然 赞场 朱介 虽然现在表面上看起来繁荣安定 但实际上越来越紧张了 他日本现在不打 但不表示他以后不打 澳门毕竟是扶着压在管 相对上比较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月亮 月亮就是你的名字 坠落人间的一个天使 你的心穿扑的烟衣 什么是寂寂 为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不管狂风还是暴雨 你想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地承受着憧憬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眼前的障碍 不管是否诅咒 还是个逐步 让未来去感受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 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 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 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左右 满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 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